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俄烏衝突未止美國挑釁要驅逐俄羅斯的領事 嘩 可怒也 俄羅斯怎麼做 普京就說全面備戰 美國和俄羅斯兩個國家真的反面的話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呢 而俄羅斯有什麼準備好隨時開球呢 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 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 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 還有 大家記住 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like 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下旁邊 按下全部 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 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 和可以一起討論國家 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的什麼事 我記得有一位老前輩和家偉講過 政治這件事一天都嚴長 短短在12月24日至25日 24小時之內 在這個世界上有三件大事發生了 這三件大事或者可以標誌著 俄羅斯和美的關係進一步 是鬧翻 甚至乎已經叫反台 更加有很大的機率 是會涉及到更加多國家 牽涉到在這個俄烏衝突當中 究竟是哪三件事呢 第一 美國驅逐了30個俄羅斯的外交官 而俄羅斯也表明說 你這樣做嘛 行 沒問題 我同樣反制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俄羅斯的洲際導彈 已經進入到備戰狀態了 已經放在噴射井當中 隨時可以按制了 你想想幾大件事呢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 白俄羅斯 就是近著俄羅斯的一個東歐國家 這十三個步兵旅 已經準備待發 已經進入了一個備戰狀態 隨時可以攻擊 這三件事結合的話 有幾大件事呢 我逐漢跟大家說說 俄羅斯作為一個前蘇聯的一個 成計最大的國家 據說以前蘇聯的板塊當中 其實是非常大的 包括波羅的海三國 烏克蘭等之類 而烏克蘭和現在俄羅斯的衝突當中 正正是因為以前所流下來的蘇州市 再加上美國中間挑撥離間之下 就引申到現在的情況 有很多人跟家衛說 不是啊 我看你的新聞好像不是這樣說 那個新聞不是這樣說 其實國際之間的話 是牽一髮動全身的 縱橫交錯很多利益線在當中 我這次來說先跟大家說說 美國和俄羅斯現在發生的什麼事 美國限制了俄羅斯 去到美國的外交官的人數 所以有很多俄羅斯的外交官 就一定要盡快離開 同樣之下俄羅斯又說 喂喂喂喂 你這樣做嘛 可以 即是不給我俄羅斯 可以 沒有問題 你這樣做嘛 長期以來 那些所謂美國的外交官 根本所做的事和他的身份完全不符 例如做一些盼子的回報 搞一些顏色的革命 所以你做初一 我第一時間做十五 我第一時間驅逐所有美國的外交官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保障我俄羅斯的國家安全 當然了 兩個國家的話 會不會去到斷交呢 又不至 但是眼下眼看下去 你就會明白到 現在俄羅斯和美國的關係 是緊張到非常 絕對非常緊張 如果是說有些人行差答錯 甚至乎有些國家 是說從中挑撥離間的話 誤判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大 間接更加容易發生到戰爭狀態 家偉啊 外交官而已 有什麼問題啊 先聽一下 剛剛都說了 這個只不過是第一步而已 第二步是說原來 俄羅斯已經把他的洲際導彈放進發射井 當中了 就是什麼意思呢 放得到發射井的話 就是隨時可以按鍵去射出去 那俄羅斯最近射了一隻導彈了 我們都知道現在烏克蘭經常被人炸 這些小事吧 No 不是這麼簡單的 之前我們不是說過的嗎 烏克蘭看到俄羅斯亂射東西 行行行 沒問題 那我隨便發射一支導彈出去 就去了波蘭那裡 就說是俄羅斯射你的 最後看一看反下去 這支導彈根本就不可能俄羅斯射下去 連美國也走出來這麼說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導彈是有一個彈射的距離 這次烏克蘭扮俄羅斯射出去的那支導彈 根本就不可能由俄羅斯這麼遠的距離射到過去 但是這次這個RS-24的導彈是洲際導彈 有多誇張 只要克里姆林宮一聲令下 這支導彈就已經可以攻打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你沒聽錯 是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包括美國任何一塊都可以 阿拉斯加道德 不是啊很遠的 怎麼射下去 之前有看過我們論順香港人都知道 不要被平時所見到的平面地圖 限制了你的思想 其實俄羅斯如果只要把導彈向北面射 就可以直接打到加拿大和美國 沒錯 大家看地圖很容易忽略了 其實可以北面射過去的 這支叫做洲際導彈的話 其實最可怕的就是可以攜帶三枚核彈頭 而它的誤差的話 只不過是兩百米之內 簡單來說 我只要按一次制 我發射一次 而是說帶了三枚核彈頭的話 你想想 如果真的要打到任何一個國家的話 那個地方都真的挺生靈塗炭 還有核彈頭來的 你想著用什麼什麼導彈 什麼驅逐艦 什麼攔截等之類的話 你空中爆那一下 你那個國家都幾大件事 幾乎上是很難去攔截的 你想想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第三 白俄羅斯已經準備好 他是說所有軍人已經去到邊境 十三個機械步兵女 是每個十三個女 就已經進入到這個戰爭狀態當中 那現在他們所做的事情 在哪裡呢 就是說藍移去到這個 和烏克蘭接壤的地方 飛機等之類都準備好 隨時是說打仗的了 那你想想 那究竟是說 會代表了和美國有什麼 吵架呢 不知道大家記得 美國就說 知道烏克蘭現在就很淒慘 給很多導彈就飛去 所以我們已經準備好 給一些愛國者的導彈給你了 做攔截的 放心 很快給你了 即是什麼時候啊 家偉 我不知道 我翻查這麼多的新聞 不同的傳媒 全球所有的新聞 都沒有說到什麼時候給的 根據美國平時所做事的方法 一個字 拖 拖得多少 就拖 譬如早前的時候 去年 不是搶了法國的訂單 搶了法國在澳洲的訂單 最後什麼時候會發貨 看情況吧 我的軍艦 退役就給你了 你想想 拖字 之前又說 如無意外 可能很大機會 賣軍備給台灣 搞到我們外交部 紮紮跳 但是呢 外交部近來又好像靜了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走出來就說 計算一條數 暫時來說 我就未必能夠給你一些軍備給台灣 是啊 我說會給而已 我說會賣而已 但是沒有說什麼時候賣 一個字 拖字 所以其實那個所謂的 愛國者導彈系統 什麼時候會去到烏克蘭呢 沒有人知道 還有 最新消息說的 他們美國軍方也說了 其實計算一條數 如果真的 烏克蘭要用的話 看回之前的歷史 我想都要半年之後才用得到的 為什麼呢 外國者導彈寫英文的嘛 之前都曾經出現過 在烏克蘭的戰爭當中 發現到 咦 為什麼那些國家給了一堆武器 給他之下 都看到他們不用的 甚至乎這些武器 是流入黑市當中的 當然 扎連斯基有沒有貪污的話 大家都心照 但是 為什麼他們沒有用 最大原因是 因為 根本他們不適用 你要找人去幫他 教他怎麼用的話 你想一想 如果這一刻 美國真是給一些 所謂的愛國者導彈系統 給烏克蘭 而你又要派一些人過去 而真是不幸地 俄羅斯有一枝導彈 就炸了下去 你想想幾大件事 有明白 美國一直都不想介入去 不想再介入去 這個烏烏衝突當中 但是俄羅斯基本上一模一樣 所有人都知道 當然是死咬著你 是你就是你的 在這件事當中 短短一日之內 三件大事 這三件大事 基本上都可以告訴大家 美國想著 趴趴趴走 俄烏衝突不關我的事 沒什麼可能 第二 你勒我嘛 你西方 西方經常都說 他打核武 他搞核戰 之類 所以我說得明白 我是愛好和平的 普京說真的 我是愛好和平的 但是如果有誰 是想搞我俄羅斯的話 不好意思 我樂意奉陪 樂意奉陪 不是只有我講字 我已經把那些洲際導彈 放在發射井上 哎呀發射井而已 沒什麼的 都是挖個洞 之後有些發射井在裡面 錯了 發射井是可以在車上 即是車移動到哪個地方 我照射都還可以 那你可想而知 其實這次真的可以說 是做成一個地圖炮的 射哪裡都沒有人知道 美國一直都在說 哎呀最近又開始 哎呀俄羅斯 哎呀 他們是朋友 當然他不會說普通話 是啊我們是朋友 我們做朋友 最重要是什麼 總之 總之 之後有些什麼開會 等到你 遇到你俄羅斯 之後也說回 太空方面 都知道 我沒有了俄羅斯 你不行的 那大家 拍照 是吧 俄羅斯 又反過來說 你真的不要辣我 你辣我 我發神驚喜上來 我自己都瘋了 我自己都害怕 而之前的德國總理默克爾都說明了 你真的不要辣 普京 普京不能辣 看回頭 在現在俄羅斯和美國 貌似要反面的情況之下 究竟哪個最大利益 哪個損失最大呢 這個真的要想一想 最大利益的話 其實想回頭的話 大家猜一下 究竟哪個利益最大呢 其實就是美國和俄羅斯 蛤 不明白 他們反面會說利益最大嗎 想心一層 普京都說明 我現在避戰 我知道 我也把導彈放進去 是不是真的打 都說了 你不搞我 我不搞你 你搞我 我就炸你 那美國現在有沒有搞他 暫時不多見 只不過就是外交官等之類 是不是有實質的兵 或者實質的武器 攻打到烏克蘭 或者攻打到俄羅斯 又未見 所以你說俄羅斯會不會打 美國更加不會動 都說到明 他打算走 他為什麼搞這麼大的洞窟呢 是因為要收割歐洲多國的有錢人和資金 所以其實現在計算一條數 美國你只要俄羅斯衝突一天繼續下去的話 其實你歐洲的資金 不會繼續不斷不斷慢慢慢慢流去美國 是一定流去美國的 為什麼 你西方國家一直跟著說 全部都是說西方大佬北約等之類 全部都是共同體 說到是 你再看回頭 現在美國就不斷是說 要求所有和他合作的國家 美國現在是大美國還先 我們有很多稅收系統 補貼等之類 就貼回我們自己美國 搞到德國也好 法國也好 全部牙痛的聲音 你想一下 為什麼牙痛的聲音 因為自己的利益被人分薄了 去了哪裡 就是美國 那俄羅斯有什麼好處 俄羅斯的好處就是 他們說這樣啊 我本身是為了 要求契弟跪在歐洲面前 就是你買我的東西 現在因為你搞我 沒問題 我把所有的能源 一次的轉移去其他不同的地方 還要賺特了 那你可想而知 對俄羅斯有什麼事 再者 你們這些歐洲人 又是偷偷地向我俄羅斯 繼續買資源 大家有數得計 打開資料去看看 今年歐洲向俄羅斯買的東西 比上年多 那你可想而知 俄羅斯真的有損失大嗎 其實不是 大家應該更加會明白 那哪個損失最大 就是歐洲 那怎麼辦 其實說了這麼久 我們一都不知道 歐洲可以怎麼做 其實就是要歐洲跪下 跪下 咦 家偉啊 你之前拍過片 又跟俄羅斯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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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 我出山幫手 解決眼前問題 而不是口說服 實質的話就是頂心忍 扔我回頭 你現在看回頭 扎蓮斯基是不會聽你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所說的話 他會聽誰說話 就聽美國 你還想不想繼續打下去 一天打下去一天沒有能源 想清楚 你德國製造大國 你淒慘到現在沒有能源 根本就做不到事情 做不到事情之後 就要強行把你自己本身的生產線 一些分去中國 一些就去美國 你想不想繼續被人肢解下去 法國 我知道你的軍隊 你很厲害 你很威風 上次黃背心革命 不成功 做多幾件 引多幾件 就成功 你還想不想做下去 馬哈朗 其實歐洲已經知道了 其實他差不多不能選擇 基本上你只能求美國 跪求他出面解決現在的俄污問題 那麼歐洲停戰了 才可以想到重建 是不可能一邊打仗一邊重建的 這是絕對不科學的情況 而俄羅斯在角度上來說 我知道你歐洲是慘 那怎麼辦 你辣我就是我辣你 你聽美國說的話 我就亂來 你不要亂搞 你繼續一邊聽美國說的話 我就只要是亂來的 而在美國的角度上就說 不關我的事 除非你歐洲走過來跟我談 所以現在最淒慘 最苦的就是 我面對著俄羅斯 我不敢告訴你 我聽美國說話 但我看著美國 我不敢說我不聽你說話 你是歐洲人 你都會覺得頭痕 所以最後的處理方法是怎樣 歐洲沒有了 你繼續把自己的利益割據給美國 那就是解決問題 為什麼會去到魚絲田地 不如想一想 你那些所謂的西方和平 甚至歐盟主席等之類 是不是已經一早被美國滲透了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千里之人淺於足下 是不是一定要跪求美國才可以停 不是的 好像法國馬克龍為例 就是他之前跟普京談過的 就是跟普京談 總之你最擔心最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的和平問題 就是談 扎連司機聽不聽你說的話 你不要再給他就行 趕快約了整班人去談 哪裡談好 真的打算去美國 說真的你真的跪了的話 就輸一輩子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用自己歐洲的地方 運運這麼多的歐洲地方 哪一道是和談最好的地方 告訴你那個叫土耳其 為什麼 美國不喜歡他 但是他也是北約 他也是這麼多的國家當中 在俄烏衝突當中 做得最多滑船的地方 又是夾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正中間 你想想不是這個地方談的話 哪個地方可以談得到 還有哪個歐洲地方夠僵反美國 土耳其就是一枝很強悍的旗幟 我不知道這條片會不會傳到歐洲 或者歐洲那麼多國家的人 明白我說什麼 我也希望如果大家有幸明白我說什麼 嘗試了解我所說的事情之後 看看有沒有歐洲人民知道 或者明白的話 趕快獻計給歐洲大佬 我看下去我覺得悶 還有戰爭永遠最慘的就是人民 我也不想再見到任何一個人民 因為這次的衝突當中 或者各國大國的互相衝突的情況下 再有死傷的情況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 我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說你們的看法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把這條片廣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好像你們一樣 和家偉一起看時事講國際 一起討論論進香港 我是家偉 稍後再見 拜拜 拜拜